就順便做一個複習跟把前面的閻名詞跟大家做一個check-in 那這裡的Base Station當然是很重要的 基地台做這些事情 然後當然 Wireless Link 我這個設備跟基地台中間的這個就是Link Link Layer 那當然是線不在的 線不在的 但線不在的 那大家都要用 那用什麼方法呢 用搶 基本上搶啊 搶的話那誰搶得到誰搶不到 那那些機制Portocos 設計在哪裡 實作在哪裡 實作在你的設備跟你的基地台這裡 實作在你的無線網路卡 跟基地台的中間 誰搶到了 基地台那麼多人都要來跟我用 那我要拒絕誰我要接受誰 或是有人要求換手 我要不要換手 這個訊號很弱 我就把它砍掉了等等等等 那就是 在這個設備裡面 那這個訊號在這裡跑 那這個 就設備來決定 那所以 所以越來越新 越來越多的 像8.1.1有各種不同的 過去很短 過去平板很少 從 從這個 非常低啦 到幾個Mega 到越來越大 那這個就是 Portocos改善 我們技術 生產設備的技術改善 然後可以越做越小 然後又來 另外就是 它的這個敏感度 它能夠發射的訊號強度 慢慢的都在改善當中 那 那這樣的話 就新的一代的這個Portocos就出來了 那 基本上就這樣在演化的 好 那 這裡是一個 比較啦 這 這兩個圖 事實上是 這三個圖 基本上是一樣的意思 讓 讓你大概知道一下這個 目前有的一些無線網路 它的定位 無線網路技術 它的定位 這一張圖 縱軸是Data Rate 你看一樣是頻寬 那這橫軸呢 橫軸是這個 Exos 表示的是那個 就是 距離 就是 Scale 從室內到戶外 到更大一點 200公尺到4公里 這5公里以上 那 傳出Data Rate 代表某一種技術 它 傳對頻寬有多少 像這裡是802.11 802.11這裡 它大概就限制在室內了 到室外的時候就 到了50公尺以上 Wi-Fi 就不是 但是我們現在像 像這個台北市要提供Wi-Fi 但基本上 那個技術要做一些改進 就純粹802.11這種 就不是 很好的 那後端要做一些處理 那 802.15呢 是更小 802.15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 要猜一猜 我不知道有沒有能夠談過 藍牙 802.15就是藍牙 那這是Bluetooth 那就是更 更短的距離 那還有沒有更短的呢 有啊 NFC Touch and Go 那RBID的這個 Touch Wireless 就是Touch and Go 更短的 有很多啦 就Personal Area Network 基本上藍牙已經屬於Personal Area Network 就是 那當然還有Body Area Network 就是 我們這個 一個人的 人的這個 Body Area 那另外還有 其實 還有一個 我在這裡沒有開課 像我在澳門有開研究所開的課 叫 Wearable Computing 穿戴計算 穿戴運算 衣服上面 包含眼鏡 我覺得 跟 露聯網有點像 那 有些穿戴的運算 穿戴運算 有的 像我們衣服 我們說衣服上面 像很多衣服可以 衣服測你的體溫啊 或者衣服測你的體溫 那沒有問題 測心跳血壓 這個大家都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過去呢 是我加一個 我貼一個縫在衣服上面 那現在呢 就是衣服就可以 織成 就那個 那個 像我們資品系他們就有在做這個 在做這個方面探討 就是 我們衣服就可以 就現在比較弱 如果在10年以前 盤這些東西 就是 我等於我貼一個 剪一個 貼到身上的部位 貼很多sensor 在身上 那現在 我們衣服在 在紡織的那個過程當中呢 就可以把它給 織進去 就在紡織的過程當中把這些 Input Output 然後這個通訊就織進去了 所以這個 進步也很快了 好那這是短距離的 那長距離的呢 2G 3G 2.5G 3G 4G 你看都有很多 那還有802.1的 Point to Point 事實上這邊是 YMAX 這邊YMAX 我們會再談一下 這是一個圖 那另外這個圖也類似 但是它的 Rate是在 在下面 那這個 Range是在Y軸 Rate是在X軸 所以基本上 類似的東西 我們就不一看 這邊有跑出幾個 可能沒看過的 ZB ZB就是那個 這個 我們只想一下 各位要談 要談這個 Sensor Network的話 一定會談 ZB 這比Bluetooth更小 但是它 它是電源 這個 如果物聯網的話 如果有Rolashow 物聯網再談這個好了 UWB呢 UWB是一個 用了很久的了 這個 但是它 它是在上 它的Data Rate更高了 那它是想要做 很多 它很多很多的應用 Ultra Wideband 它是想要做這個 就是統合很多的技術 那這個也 大概有幾十年了 但是在最近的大概十幾年開始 它想要標準化 但問題不是出在技術 問題是在出在這個標準化過程之中 這Business Model沒有辦法解決 網路裡面 其實在 不管在任何領域都是一樣 資訊網路也都很明顯 是在 在這個 全世界的這個 我們每一個領域都一樣 好的東西 技術上 最好的東西 它附近會被大家用 這我們講了很多 像Internet 或者我們用Ethernet 像86.1 這個 或者CSMA CD 在理論上面 它都很多很多缺點的 Internet的Overhead 很大 等等 但它已經被大家用了以後呢 那你要在新的 比較好的就很難去 很難去 那尤其新的東西要上來的時候呢 很難克服舊的東西的什麼樣 Business Model 像網路電視 像最近如果你有看 很多很多人在談 為什麼網路電視 的這個概念跟技術 已經幾十年了 那 那為什麼我們在家裡看的還是傳統電視 對 那為什麼網路電視沒有辦法在 在這個Apple TV Google TV 也有很多年了 Apple TV其實蠻長的 Apple推Apple TV很久了 一直在推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 我們在 那出在內容跟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就是營運模式 技術上面 大家說這不很好啊 我在家裡電視網路兩個空啊 我們現在 看電視的時候 常常都拿著iPad 然後拿著平板 像美國人 他們最近的 這個一個調查是 那百分之 50還60的人 看電視的時候 手上會拿一個裝置 或手機或什麼 我想 那我是屬於多數了 不知道 本來我覺得 很有罪惡感 會不會 會被我太太笑 發覺 她也拿著 然後 小孩 他們也都拿著 如果 偶爾在電視前面的時候 手上都會拿著一個 另外的裝置 如果這個裝置跟電視結合 那不是很好嗎 網路電視 可是這個幾十年呢 技術上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為什麼標準 或是 那這是因為Business Model 因為 因為電視業 還有內容業 它不讓你這樣做 它要收很高的權利金 它要 它這個 所以 所以資訊也很想講 個人也覺得不錯 但是這個 在那個 產業的 產業鏈裡面呢 那它沒有辦法 容許你這樣做 那這個就要慢慢慢慢的演化 那等到它 就跟那個數位音樂一樣 就是這個 呃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 在 在這個 我們現在 現在聽的數位音樂 說網路上面 音樂下載 或者 像KKBOX 這個東西 KBOX它以前跟那個 他們出來的時候 Easypeer這些 他們跟那個 唱片 跟那個音樂廠商 不知道在戰爭了多久 然後那個 彈的不平等條約 資不平等 那個 事實上我經歷過一些 那些故事 那個 就是說你要 你要把那個產業鏈的 行為模式 給調整過來 是非常非常困難 要要要要要慢慢慢慢來 不是不是一下子 可以 你要讓它痛 他痛到 他真的很痛的時候 他才會 才會理解 才會覺悟 這個 要他自省 要他自己自省 他才會 如果我不這樣做 可能就完了 我再這樣下去 我雖然可以活 可是我會慢慢慢慢萎縮 這個時候他才會 才會變 對 在這個舒適圈裡面的人 對過得很舒服的人 大概都需要讓他痛 才會 我這是在做一個 比喻 大家有沒有 聽出來 在舒適圈的人 大家都在舒適圈的人 一定要被痛過以後 才會這個思維才比較容易轉變 不然的話 不容易 當然每個人都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的圖 但這裡 是頻寬跟mobility 這跟前面兩個圖是一樣的 這兩個圖是 頻寬跟距離 這是頻寬跟它動的 mobility 就是動的那個速度 我剛才講說 你動的越快 你動就是 我能夠 我能夠 一面行動 一面通訊的話呢 那 那這個 我們看看 跟它的頻寬 都可以動 動的速度都可以變快 但是你看 GSM呢 你在行動的時候呢 能夠送你的這個頻寬呢 很少 Wire Slate 我頻寬很大 但是我不能夠跑太快 我行動 動的mobility的那個 mobility slow到medium的時候呢 就勾個 我要到高鐵上面呢 高鐵直接提供你Wire Slate 那很困難 當然可以做轉換 有一些技術 但基本上 高鐵要提供你這個Wire Slate 這個 你直接用Wire Slate 這不可能 那 要配合上其他的技術 那 那3G呢 這個3G這個是最 最能夠說明這個 頻寬跟行動速率的關係 就是說 3G如果說我 動的很快的話呢 我能夠傳的這個頻寬呢 10K 很少 如果我 我要這個 我不動 我fix的話呢 我3G我要fix的話呢 那我的這個 能夠傳的這個 這個頻寬呢 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行動跟這個 數據的關係 所以這個 這個是大家要 我們一開始也講過 這個 這是你要知道的 一些行動跟無線的 ABC 它的特質 這個特質從哪裡來的 就物理現象 就物理的 物理的現象 我們 因為我們這堂課沒有去談到 如果 如果是時間比較長一點 在談這個 無線行動網絡的課的話 那大概有一堂課談這個 無線Data Communication 無線Data 可能跟你們就會談 距離 訊號強度跟距離的這個幾次方 成這個反比 等等 好 那這個 如果在行動網絡裡面呢 它有一些Node 可能可以當作是這個 可能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 Infrastructure Mode 一種是Ad Hoc Mode 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就在傳輸的時候 事實上在 這個Wi-Fi裡面就有了 那Infrastructure Mode 就是我們的這些 呃